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要把這些數加加減減把它合併起來 這個的話,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加上什麼呢,負40的話 就絕對只能相減 這個比較大的就用這個文化 所以這兩個合併的話等到 等於47減掉40 就等於7 好,那這負負得證 所以這總共53 這減掉28 再加53 這樣講到 這是60 60減掉28 2 5減2的話是3 所以是32 這是第一小題 再我們看看第二小題 第2小題是76 減63 減6 中括號 負42 加上負3 好,這個整個 這兩個都是負的 所以絕對只相加 就45,加個負號 所以這個的話 這個我們可以先算 先算 本來的話 這個應該是 符號裡面先算 括號裡面先算 算完以後的話 我們再逐次來算 不過因爲什麼呢 因為這個可以看這個數 最後的話 我們就是往這邊算過去 所以這邊 可以先算完以後 再減掉整個數 所以可以同時兩個都算 像76 減掉63 多少 3 13 這兩個先合併 合併完以後 再減掉這個數 這個數是哪個數 這是負的的話 45 減掉負45 減掉負數數 45就等於加45 所以是13加上45 8 58 所以答案是58 欸 這一種 57 這哪邊算錯 哦 這也是75 這我題目把它寫錯了 75-63 所以這應該多少 應該是等於12 所以這應該多少 應該是57 講義上面的話 這個是75 我把題目操錯了 所以第二個小題呢 答案是57 馬上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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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